我们今天去九龙 这个地方到九龙有180公里 差不多要4个小时 4个多小时了 然后呢 沿途会翻越海拔4300多米的那个山 哇那个山啊 像一只鸡 但是奇丑无比 像一只掉毛的奇丑的鸡 所以名字就叫鸡丑山 这个名字真的好奇怪的 等会儿会看到了鸡丑山 经过那个地方 然后下去 还会经过一个叫做列塔湖的地方 据说那列塔湖里面有水怪 就像那个新疆的喀拉斯一样 里面有水怪 那到底什么样的怪呢 现在都还没有确认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说新疆喀拉斯那个什么东西 说是直楼龟 那种鲑鱼 这个呢还没有发现到底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们会到达九龙县县城 然后在那里吃中午饭 吃完饭以后呢 还有二十公里 然后呢 就钻进一片茫茫原始森林当中 然后呢 下车以后 过个小桥 穿过一片树林 走过一片草滩 再穿过一片树林 然后就到了海边上了 记住我的话 过了小桥 下了车 走几步 过了小桥 穿过一片树林 再穿过一片草滩 再穿过一片树林 就到那个地方 海边上了 其实那个海呢 就很小了 五穴海 就很小 大概一平方公里多一点吧 会称为仙女梳妆的地方 仙女梳妆的地方 然后在背面呢 有十二仙女风 在那个地方 晚上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洗澡沐浴 那我们下午去 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可以看到这仙女 也可以看到 静静的五穴海 在这个高山丛林中 其实还蛮漂亮的 群山环绕之中 然后那周边呢 有很多非常大的高山栗 这个高山栗呢 如果不砍呢 它就成这个散状的 长上去 像盘景一样 一颗一颗非常漂亮 有点像那天 我们在四姑娘山 看到的那个杀鸡 如果要砍掉它的话 每年都要砍一次 它就长成一处一处的 这个高山栗下面 会长什么东西啊 就会长松茸菌了 就是在高山栗下面 长的啊 松茸菌 当然这个期间 有没有呢 还没有啊 至少差不多要 七月底八月初才会有 那天我们在四姑娘山 那个岛有讲 那个雕楼有四面雕 六面雕 八面雕 十二面 就是雕楼 藏族的雕楼 都是单数的 因为在佛教里面 都讲单数 不讲双数的 从一 从那个 一三五 七九一直到十三 最大的杨树 都讲单数 所以就转金转白塔 转山 都是转单数 不能转双数的 赵教里面这个事情 其实该把行李箱拿过去的 从来上下来的 把他七天都搞不好 应该把行李箱扛过去 辣小得了 他说 早上要把海岸管弄起来 中午要弄好 哎呦 这个人们连三千都弄好 咱们来到 verschiedene 好 多互了